威尔史密斯的这部芯片绝对能够入为今年的奥斯卡奖项 它就是由真实历史大事件改编的解放黑奴 历尽千辛终于让威尔找到了林肯解放军的战场了 就在他一往无前兴奋地奔向远方的时候 却没想到下一秒他就被白人老大给追上打倒在了地上 眼看终点就在眼前了难道威尔真的要命丧于此吗 白老大拔出手枪对准了威尔 然而倒下的竟然是白人老大 原来是林肯的解放军救下了他 威尔终于如愿地找到了解放军 但是他也因为身心剧疲晕了过去 威尔在醒来的那一刻 他只想让军队尽快地去他的农场主那里解放所有的黑奴 虽然他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军队却有军队的规矩 现在的他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伤好了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农场 或者加入军队帮助他们打赢这场战争 而战争将一路解放到他们的农场那里 威尔别无选择只能穿上战服上场打仗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战地记者拍下了那张举世震惊的黑奴照片 菜鸟威尔穿着军装举着长枪跟着大部队上了战场 然而战场上炮火无眼生死瞬间 下一秒威尔就被大炮打飞了出去生死不至 等威尔醒来的时候 周围已经全是战友的尸体 威尔知道只要对方的那门火炮不被打下 他们就永远也攻不下这个阵断 于是威尔一马当先带着大部队冲了上去 最后同盟解放军在威尔的带领下 终于拿下了敌人的火炮阵地 而解放军也在牺牲无数的情况下 终于赢下了这场战争 威尔也终于跟着军队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农场 这里代表着上层阶级的白人不是被抓走 就是直接被枪决 威尔在军队中等待长官向着所有黑奴说 你们自由了的时候 不但黑人奴隶们喜极而泣 这时威尔也急不可耐地到处寻找了自己的妻儿 可是他找遍了农场和居住的小屋 始终不见其家人 难道他们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在威尔悔恨伤心的时候 他终于在人群中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这一刻千山万水都阻止不了他们的相拥 浓浓的思念犹如长江黄河连绵不绝 家人相聚的喜悦让威尔的坚持与隐忍得到了回报 威尔全家获得自由的同时 他们也是这场历史真实事件的见证者